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克区受害人援助服务处是一个非牟利的一个慈善机构 我们和约克区的约克区警察局省警和火警一起 部分周夜24小时为受罪案或者说是受不幸事故影响的受害人 提供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援助和其他实质上的协助 那么说到这个约克区的受害人怎么去定义约克区的受害人 首先当然他一定要是在约克区的居民了 但这个受害人怎么样的人算是受害人呢 简单地讲就是说是任何就是打911案 就是说是在任何打911热线寻求帮助的案件中 我们都有相关的因为罪案或者说是因为不幸事故受影响的人 我们通称这些人为一个受害人 举例说像在这个家庭纠纷啊家庭暴力啊车祸火灾 或者说是凶杀抢劫失窃或者说是受性侵犯 突然死亡非法骚扰人口管卖 所有这些案件中都会有一个相关的受害人 所以说这个设计的范围还是蛮广的 对 其实呢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也提到 就是这个华人在这方面的了解可能对你们的了解并不是很深 那么也想请这个俊跟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方面的一些服务 华人在这方面的接受程度怎样呢 实际上是我们发现有一些案件 就是说是居民打了911后 然后警察会把所有的案件转接到我们这边 当我们打电话就是说follow up去热线跟踪的时候 这些人可能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说是比如说是我有一个client 他的就是说是听力教的儿子和他发生冲突了 然后儿子就抓起东西要打妈妈 然后就是妈妈就报警了 当我们警察出到现场就是把他儿子带走了以后 然后我们有follow up跟进的时候 我们认为妈妈在这个状况下他是一个受害人 但是当我们打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就他就说哎呀那是我儿子 我们没有受害人没有受害人 实际上这种理解是不对的 是有华人会有这样一个误区是不是 对好多人理解是只有凶杀案的就是说死亡的人 然后或者他的家属才是一个受害人 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 就是说 其实呢你们会不会提供一些服务呢 帮这些华人走出这样一个误区 因为其实呢我们中国人比较传统一些 特别是一些新移民 可能他们会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所有的家丑都不可以外扬的 所以说怎么样带他们进走出这个误区 其实也是你们在做的一个工作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也就是在帮助这个华人社区去了解 其实上加拿大的法律和中国的法律是很不一样的 包括打911电话 就是说在中国人的理解中 打911可能是我们先让警察来干预 绑住比如说举个例子家暴的事情 然后太太可能就认为 我告诉警察警察会制止你 你这种行为是错的 然后我吓吓你你就不敢了 在中国可能是这样 但是在加拿大如果说你打了911报警的话 警察出现场他是会就是首先是防止这个 就是说家庭暴力的在当时发生 然后是对然后保护妇女的这个权益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首先打人是不对的 那么他打了人他就应该就是说 对自己的行为成为一定的后果 他应该就是要么接受刑法的惩罚 要么接受一些心理辅导 然后怎么样帮助他改进 在这种状况下 那么妇女你一定要明白你自己的地位 你自己的权利 就是说是我们也发生有好多 就是说是发现报案警了以后 就是说然后就是说太太就后悔 就是哎呀我为什么惹这么的麻烦呢 然后他会不会跟我离婚呢 然后孩子怎么办呀 花很多钱请律师啊 有蛮多这种顾虑的 但是像你刚刚提到的 如果说如果需要寻求你们的服务的话 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报警了以后 整个程序就是先报警 你报警了以后呢警察会把这些案例呢 refer到你们这边 然后你们再提供一些服务 但是呢像你刚刚提到的一些问题呢 就是可能华人不太接受去走这个第一步 或者是走完了以后发现后悔了 那么可不可以是直接去联络你们寻求这样的帮助呢 也可以如果说是社区的居民如果认为有这个需求 有好多问题不清楚的话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我们的电话是905-474-2955 可以打电话给我们有24小时的有这个辅导员在那里 接听电话然后回答你的问题 然后如果说是你英语讲的不是很好的话 你也可以要求要翻译 我们也会提供就是说是不同的语言的翻译 解答你的问题然后或者说是跟你转接到其他相关的机构 说到这个华语的翻译呢 其实呢这次呢这一上到来我们电视台也是 相信你也是希望呢把这个这样一个服务呢 可以推广在一个华人的社区里面 我相信呢你们也是就是非常急切地需要一些华人的义工 在义工方面呢有什么条件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招募的一些条例是什么呢 现在呢我们需要大约20名讲华语的这个义工 有两名是行政义工 我们其他的都是一个就是这个外展援助的服务义工 我们的要求大家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查 大约像这个外展援助的义工 我们要求你必须有21岁以上 然后有机牌有自己的车 然后有车有一百万的保险 然后就是有电脑可以使用 然后每个月愿意就是说提供辅助两天每天12个小时 然后愿意接受我们每个月的专业技术培训通过面试 通过这个就是说无犯罪记录的调查 然后完成了面试以后有可能会 你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面了 那大家如果符合这方面的条件的话 也可以考虑一下跟他们联络 整个程序招募的程序是怎样的 先要把这个简历是E-mail给你们吗 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就是说上我们的网站 就是说是当下来就是申请表格 或者是E-mail给我们 或者是传证给我们 或者是发邮件给我们 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审查 然后会安排时间面试 然后会做无犯罪记录调查 然后会做推荐人审查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会就是说是让你接受培训 如果完成了培训认为你合格 那么你就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 培训是这个周期是怎样的呢 我们最近要展开的这个培训 是从5月28号开始 每个月的就是 然后差不多几乎就是6月份 整个一个月 每星期三的晚上和星期六的全天 接受培训 大约有44个小时的培训 也就是说这个招募的工作 要在这个5月28号的培训之前 就要把它做完了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 正式的招募人员了 对 如果说你在 如果说你没有时间赶上 这一次的就是招募的话 那么我们大约会在9月份的时候 还有另外一次招募 因为我们需要满 因为约克区 我们知道这个华人的数量 增加得很快 我们需要这一讲华语的义工 如果你这次没有时间赶上 那么你可以随后再递交申请 我们在9月份 可能会有另外一次招募 当然我们希望你能 越快加入我们队伍越好 是 所以在这里也呼吁一下 大家如果有兴趣 成为他们的义工的话 也可以直接打这个 明目上显示的电话 跟他们联系 另外大家如果觉得 你需要提 你作为一个受害人 需要得到这方面的帮助 或者是服务的话 也可以打这个电话 甚至是上他们的网站 以及电邮 都是显示了 在我们的这个电视的右下方了 今天非常高兴 这一天上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 谢谢你 非常感谢 那待会回来呢 我们有好商与对对碰的环节 一会儿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